如果你最近正在準備要買Apple的MacBook 相信你都一定會很頭暈的狗結 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買哪一個型號才好 尤其是Apple在上個月的WWDC發布會上 又發布了一款全新的15吋MacBook 所以你就會有很多東西要選擇 例如M1、M2、M2 Pro、M2 Max、MacBook Air、MacBook Pro 13吋、14吋、15吋、16吋、blahblahblah 但是不用怕的 只要你看到今天這段影片 你就會完全清楚知道 自己究竟要買哪一部、哪一個型號 才是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HELLO 大家可以分享 回到我的頻道是我的熱愛科技模式Mac 在這個頻道內 讓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影片 可以分享一些影片 分享一些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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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年其實都已經出過一條影片 去教大家 如何選擇一部最適合自己實際使用的MacBook 但在事假年之後的今天 又已經多了一些不同的規格 以及不同的尺寸 去給大家選擇 所以有見及此 我就決定再出多一條 更新的選購教學影片 再教大家 如何去選擇 事必須我們立即分析一下 我們先來理解一下 Apple現在的MacBook產品 經過今年的WWDC發佈後 Apple現在全系列的MacBook 所用的晶片 都已經完全由Intel 完全過度變成Apple自己研發的M系列晶片 而所有MacBook 分為了兩個產品 分別是代表著日常使用需求的MacBook Air 以及代表著專業工作使用需求的MacBook Pro 這兩個系列 不過雖然定義是這樣定義 但在MacBook Pro這個系列裡面 都有一個特例去到的 這個我稍後會再跟大家提到的 而在這個尺寸大致方面 MacBook Air裡面就有這個13吋 以及15吋 兩個不同的尺寸 給你去做選擇的 而MacBook Pro的系列裡面 就有這個13吋 14吋 以及16吋 去給你選擇的 而至於他們使用到的晶片方面 Air系列就會用到M1 和M2這兩種的晶片 而Pro系列就會用到M2 M2 Pro 以及M2 Max 這三種不同的晶片 首先我們第一要決定的 就是要選一張最適合自己使用需求的晶片 如果你是有看過上一年 那一條MacBook選購片的觀眾的話 相信你都已經知道 由於這個M2晶片是用了最新的第二代 五立位製程技術 所以在CPU的效能上 比M1晶片高出了18% 而在GPU這個圖像處理的效能 亦都會比M1提升到35% 那當然如果要跟M2 Pro 或者跟M2 Max 當然還差很大的一段距離 所以M2對比M1來說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 這個圖像處理上面有一個明顯的提升 而M2 Pro和M2 Max 這兩張晶片對比 去對比M2或者M1來說 就基本上是全面提升到另一個level的分別 那所以 如果你平時九成的時間 都是用你的電腦做文書處理 或者是上網娛樂等等的用途 M2晶片就完全可以滿足到你的需要 你還可以偶爾用來做一些簡單的 撿相和剪片 基本上都會有些什麼問題 甚至其實M1晶片都可以應付到你的需要 不過考慮到M1的MacBook Air 和M2的MacBook Air 它的價錢只相差到約1,000港元左右 那我就會建議給多一點的錢 去選擇這個M2晶片 畢竟電子產品都真的如開的話 就是買新買舊的 對不對 還有給多1,000元 厲害有一個新的顏色眼 有一個大一點光一點的螢幕 有一個全新的機身設計 高清一點的鏡頭 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時候會用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多一個MagSafe的充電接口 等於空花過的USB-C接口出來給你使用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1,000元是完全值得去付的 如果你是影像工作為主的專業用家 就不用考慮了 一定是選擇M2 Pro 或者M2 Max這兩張晶片 相信不用說 你們自己都會選擇 在選擇這個晶片之後 我們就來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螢幕尺寸 這個也是今年15吋MacBook Air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在未有這個15吋MacBook Air之前 很大一部分 最重要用來做文書處理的用途用家 他們為了一個大小的螢幕 他們會選擇 給多一萬元去買一部 他們完全用不到效能的M2 Pro 或者M2 Max的16吋MacBook Pro 結果就是白白浪費了錢 那當然啦 可能他們很有錢 不自在感就有理解了 OK 但是現在有了這個15吋MacBook Pro之後 就可以完全填補那個部分 想要大螢幕 但又不需要用到最頂級效能的用家 所以如果你決定買M2晶片的用家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氣號去選擇13吋 或者是選擇這個15吋MacBook 然後在這裡我也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是打算選擇這個M1的13吋MacBook Air的話 由於它的螢幕設計是比較舊的關係 所以實際上 它的13吋是只有13.3吋的螢幕大小 它是會比M2的13吋MacBook Air 它那個13.6吋的螢幕大小 是小了一點的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真的要打算買M1的13吋MacBook Air的話 我的建議是 給多一點錢 直接升級去M2晶片的13吋MacBook Air 其實相對來說是會值很多的 但是13吋的M2晶片 除了MacBook Air這個選擇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同樣是13吋M2晶片的MacBook Pro的選擇 那麼這兩個螢幕又應該要怎樣選擇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你只需要問你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你想不想要那條Touch Bar 如果你想要的話 那沒辦法了 你就只可以選擇M2晶片的13吋MacBook Pro 但是如果你說你不想要 又或者沒什麼所謂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 你選擇M2晶片的13吋MacBook Air 會好一點的 畢竟一來它又便宜一點 接著它的設計又新一點 它的喇叭又好一點 鏡頭又高清一點 又輕一點和薄一點 唯一只是少了這個散熱風扇而已 但是這個散熱風扇 對於平時主要是用來做文書處理 日常辦公的你來說 其實真的沒太大作用而已 順了OK 至於對於有專業影像處理需求的專業夢家來說 我自己個人的使用經驗就是 建議你去買回14吋會比較好一點的 除非你真的完完全全 不會拿你的MacBook出街的人 因為16吋真的有些太大部 和太重了 所以我自己就是 還在用這個M1 Max的14吋MacBook Pro 當我拿出去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太大部和太吵那麼辛苦 而我回到家的時候 當我要剪片或者撿照 我就會搏到我的Sidro Display上面 搏到這個大螢幕去使用 那就不會覺得螢幕不夠大 長時間做事的時候 看到眼都懵了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目前來說 最完美的一個使用狀態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參考一下 究竟哪一部會適合自己多些 那只不過 如果你真的決定要買16吋的話 真的要有些心理準備 又或者可能親身去Apple Store 拿上手去感受體驗一下 16吋的重量才再決定 你是不是真的要買 OK 好 那最後就給個總結 幫大家離車一下選購的思路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 相片或者影片編輯的剪接需要 只是會用來上網 做一下文書處理 而且唯一最最最最最最首要考慮的條件 就是這個價錢要便宜才是最重要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個M1晶片的13G MacBook Air 那只不過 我就真的 不是好建議的 不過去到M2晶片的版本 只是相差1000元港幣左右 那所以如果預算去好的話 就真的買M2晶片會好些 那一來你自己之後用的時間 都可以用久一點 那如果你主要是用來做文書處理比較多 間中會有少少的影音製作需要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你可以選擇M2晶片的13吋 或者是15吋的MacBook Air 那它們之間的分別 除了一個最明顯的螢幕大小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少少的分別 就是15吋的MacBook Air 由於它的體積關係 所以它有這個六揚聲器的音響系統 而13吋MacBook Air 就只有四揚聲器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按自己的氣號 去做一個選擇 那如果你決定真的要買13吋的大小 而且 剛好你有這麼想要的Touch Bar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個M2晶片的13吋MacBook Pro 只不過 嗯 我就真的非常不建議你去選擇這個選擇 因為它真的除了有別人沒有的Touch Bar之外 其他各個方面 例如它的設計 它的重量 它的鏡頭 它的喇叭 它的接口 它的價錢上面 都是沒有這個13吋MacBook Air 那麼好的 所以除非你真的很喜歡 很需要這條Touch Bar 如果不是 就不要選擇這個選擇 OK 到最後 如果你是有專業的影音工作 需要的用家 那相信 不用多說 你都很清楚自己是要選擇這個M2 Pro 或者M2 Max的MacBook Air 只不過應該買14吋 還是買16吋的大小 就真的看回你自己的需求 那我覺得 如果你本身 已經是有一個大一點的外接螢幕的話 那14吋對你來說 一定是兼顧機動性 以及實用性 最完美的一個選擇 但是 如果你說你沒有這個外接的螢幕 那可能你要長時間 對著這個14吋的螢幕 對你來說 可能又真的會小了一點 那可能你就真的 只可以選擇這個16吋的選擇 但是 真的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去接受 16吋MacBook Pro的重量 OK 又或者你可以照解14吋的MacBook Pro 也可以 跟著再用這個14吋 和16吋中間大約 大約$3000左右的差距 去買一個外接螢幕 都不失為一個折衷的方法 好 那今天這條片來做就差不多了 如果看這條片 覺得是幫到你解決 不知要買哪部MacBook的難題 又或者覺得我都說得不錯 希望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OK 那當然啦 都可以分享給你身邊 有同樣煩惱的朋友看 那如果最後 你決定了去買哪一部MacBook 哪一個型號 哪一個選擇 都歡迎你下一個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後的選擇 和你為什麼會選擇這部的原因 讓其他觀眾都可以參考一下 OK 那我就是一個熱愛科的螢幕獅子 我們下條片再見 Peace 只不過 如果你本身已經使用M1 M1 Pro 或M1 Max 像我一樣 我就不建議大家 去升級到M2 畢竟他們都不會差太遠 你可以再等下一年的M3 才會再換 不過 如果你有錢的話 都是多句 當我沒有報告 好